谨言慎行 很多人以为修心就是放弃正常的生活 其实修心是让你过上真正正常的生活 没烦恼、不嫉妒、不称恨的生活 这就叫享清福 所以,一个人没有这些烦恼的时候 脑子是多么的干净 内心是多么的纯洁 这才算是正常人的生活 我们要在家庭和社会 找一个相对干净、安静的修心地 因为很多人天天被人间知识 烦得没有一天能安静地下来 没有一天能让自己清静地 用佛法讲,很难从红尘中脱身 其实,人在烦恼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比吃不好、睡不着还要痛苦 因为精神上的痛苦 给人的心灵上制造了强大的压力 所以,没有心灵的安慰 没有心灵的平安 哪来的平安享清福呢? 修心不用找去处 八十田中要落户 修心修的是内心 修行修的是践行 所以,师父说 从基本的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开始 女孩子不接触不礼貌的事情和语言 男孩子不做流氓事 干净自己的内心 不看黄色电影 不玩黄色游戏 不听人家讲笑话 这些都是为人基本的道德品质 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 你就像一个动物一样 在游戏人间 所以,远离邪魔 邪心很重要 人不能自私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对自己有利的话就讲 对自己没有利的话就不讲 也不管伤害不伤害别人 所以,人要有境界 要守戒 才能做到身安、心安 修行的环境安静了 嘴巴不乱讲话 叫口安、舌安 不惹事 不轻弯他人 自古以来 一句话可以把人家讲得跳起来 一句话可以把人家讲得笑起来 一句话可以惹来杀身之祸 一句话可以平安度过 不骄傲 意念不乱想 脸像更安详 你们不会看 每个人的脸像都能看出他的爱好 好色的人 好色的人 有好色香 称恨的人 有称恨香 平安人 有平安香 长寿人 有长寿香 深安 心安 心安 人平安 乱说 乱听 心不安 意念干净 心平安 不急不躁 求平安 修行 必须远离 贪嗔痴 尊重不同的见解 不贪图 明文立养 你的善业 会很快地增长 护法神会加持 菩萨会护持 你的学佛道路 会更加地顺利 师父曾经讲过一个新闻 一对夫妻吵架 吵到后来 那个女的冲着她老公说 你有胆量 现在就去撞车 那个男的一赌气 就往外跑 那个女的追出去 已经来不及 随后 那个男的被车撞死了 那个女的后悔莫及 一句话就害死了一个人 这就是不学佛的苦 这就是不景言圣情的痛 表面修行 内辛苦 真修实修 心底乐 无是无非 笑呵呵 平安是福 真快乐 因果非常可怕 修行 切莫 急功近利 如果你 你修行修到后来 越来越觉得 自己浅薄 说明 你在进步 如果你 你修行修到后来 觉得自己 懂得越来越多 没感觉到 自己过去 所做事情的可怕 说明 你接近 高傲 自大 无时节以来 我们无名太深 总以为自己 做的是对的 对人间的诱惑 自大的都认为 自己可以降服 其实 修行最难的 就是降服 自己的旺心 首先 降服的是自己 才能降服 你的见解 才能真正地 处理内心的轮回 修行的一些 好奇心 好胜心 有的时候 甚至是 错误的努力 和错误的勇气 都会给你自己 造成障碍 犹如 总说别人 这样拜佛 是不对的 这样念经 是不对的 其实 你都不知道 这样 是不是对的 你这样说别人 就会给自己造成 更多的业障 其实 修行就是要学会 老实修行 听话努力 尊师重道 自搞一套 最后 必定是 害人 害己 所以 佛法奖的 戒定慧 其实就是 戒靠自己手 定 靠师父教 慧 靠佛菩萨的 加持 所以 在学佛当中 以凡夫之心 做菩萨之事 最后 一定会伤害 自己的惠命 尊师重道 最重要 功高 我慢 惹人笑 降福 旺心 自己调 脱离 轮回 菩萨 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